餐桌上必备的25道家常菜 最后一道绝了 第一道 把五花肉放锅里煎一煎 出锅瞬间 就是一道大人小孩都喜欢的美食 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处理干净的五花肉 煎至两面金黄焦香 这样吃起来才不会腻 放姜蒜 干辣椒 几克冰糖 一勺盐 生抽老抽 放入这个卤料包 拌平我喝剩的啤酒 加水没过食材 扣上盖子小火炖一个小时 哇塞太香了 这样做的卤肉肥而不易 第二道 莲藕买回来不知道怎么吃 就像我这样做成藕丁腐皮肉卷 吃起来外酥里嫩 真的太香太好吃了 莲藕不需要剁得太碎 这样口感会更好 然后放进剁好的肉末里 再放葱姜调味 加盐胡椒粉 一勺生抽蚝油 一个顺产的鸡蛋 一大勺淀粉 把馅料抓拌均匀备用 再选用这个头层腐皮 放上肉馅 像我这样卷起来 蒸盘上垫一层油脂 水开上锅 大火蒸15分钟 蒸好后切成小段 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上锅煎一煎 这样做的藕丁腐皮肉卷 吃起来外酥里嫩 喜欢的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第三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马上就要登天了 女人呢 一定要让你男人给你做一道 黄豆焖猪脚 我每个星期都会做八天给她吃 老婆四十岁了 小脸都还是红通通的 剁好的猪蹄冷水下锅 放葱姜 多放点料酒去腥 煮出血沫 给她捞出喜劲 重新下锅 一把干辣椒 泡好的黄豆 准备一袋红烧料 其他什么调料都不需要放了 加半罐小姨子没喝完的啤酒去腥 一次性到满开始 没过食材 扣上盖子 小火慢炖 个小时再开大火 收浓汤汁 撒点葱花即可出锅 你仔细看看这样做的猪蹄 是不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软烂又入味 赶快叫它做起来吧 第四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把牛肉插上牙签 瞬间变成穷人们吃不起的样子 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将牛肉切成丁 再给它切成条 切好加葱姜 料酒去腥 一个鸡蛋清 盐胡椒粉 蚝油生抽 一大勺淀粉抓匀 腌制十分钟 老公用过的牙签 加两百度热水烫一下 这样才放心 再像我这样串起来 六成油纹 炸至微黄厚 捞出 锅留底油 放姜蒜 青红椒 洋葱碎下锅一起爆香 倒入牙签 撒上这个椒盐粉 开大火翻个七七二十一下 这样做的牛肉 别牙签都不够我一个人吃 真的太香 太有味了 第五道 平时在家不想做菜 那你一定要试试 这个懒人焖饭 咸香美味 太好吃了 玉米腊肠 青豆 和各种喜欢吃的蔬菜 再加一袋 懒人焖饭酱汁 一勺花生油 煮出来粒粒分明 一碗泡香菇的水 扣盖按煮饭间即可 哇 真的太香了 这样做的焖饭 饭菜一播出 一口接一口 太满足了 第六道 很多人在家做红烧 都是直接下锅炖 难怪你做的又腥还不入味 以后你就像我这么做 香辣入味 一点也不腥 首先用鱼把刀打上花刀 像我这样就行 锅中油热 撒毛毛眼 防止鱼皮粘连 煎至两面金黄 盛出备用 锅留底油 姜蒜小米辣爆香 倒入煎好的鱼体味 就用一袋红烧料 再加一罐啤酒 去腥增香 加适量的清水 小火煮十五分钟 最后大火收浓汤汁即可 这样做的红烧鱼 香辣入味 一点也不腥 非常好吃下饭 第七道 如果孩子想吃炸鸡翅 做一个合格的父亲 我绝不会给他叫外卖 自己做干净卫生 首先鸡翅从中间切开 方便入味 碗中加葱花蒜末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加酱油 蚝油搅拌均匀 倒在鸡翅上 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然后加入一勺淀粉 继续搅拌均匀 让每一块鸡翅 均匀地包裹上面糊 油温六成热 一个接一个地下锅炸 中小火炸五六分钟 可以出锅了 是不是很简单 快放下手机 给孩子做起来吧 第八道 炒鸡杂到底是先焯水 还是先过油 很多人都做错了 今天分享你一个小技巧 炒出来的鸡杂又脆又嫩 酸辣又下饭 锅中油热 倒入鸡杂大火爆炒至断生 盛出来备用 这才是鸡杂又脆又嫩的关键 另起锅下入姜蒜 泡椒和酸豆角一起炒出香味 然后倒入鸡杂蒜苗丁调味 加盐鸡精 一勺生抽 适量的老抽调色 开大火翻炒个三五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炒出来的鸡杂酸辣入味 脆嫩又下饭 喜欢你也赶紧收藏 做起来吧 第九道 你想知道为什么酒店里 蒸出的水蒸蛋 总是那么嫩滑吗 今天我来分享给大家 碗里打入三个公鸡蛋 搅到鸡蛋起大泡 鸡蛋里面不要直接加盐 否则鸭会很咸 水呢是鸡蛋的1.5倍 再把温水倒在鸡蛋里面 继续搅拌 均匀再撇去浮沫 水开上锅 开小火蒸八分钟 再焖五分钟 一定要开小火 要不鸡蛋会开花 最后呀 加点生抽香油 家里有小朋友的 一定要学会这道菜哦 第十道 很多人把萝卜挖回家 直接炒着吃 那你就做错了 今天偷偷地教你另一种做法 清脆爽口 越吃越想吃 首先大白萝卜对半剖开 切成三元硬币厚的薄片 加一勺白糖抓拌均匀 腌制半个小时 用白糖腌出来的萝卜 会更加的脆爽 腌制便软出水 这时候千万别用水去洗 只需要把水分挤干 这样吃到年后都不会坏 后加青红椒 蒜片少许花椒粒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调味就用这个大厨 调爽口醋泡汁 用你性感的小手 抓拌均匀 即可开吃 放冰箱冷藏两小时 口感更佳 清脆爽口 开胃又好吃 你也试试 做起来吧 第十一道 以后花生米买回来 别总是油炸了 天热容易上火 今天我教你一个做法 清脆爽口 越吃越想吃 首先花生米加一勺盐和面粉 给它浸泡十分钟 面粉水能有效地 吸附花生里面的灰尘 然后再用开水浸泡半小时 沥干水分 加蒜片洋葱 香菜段青红小米辣调味 只需这么一包 爽口醋泡汁 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 放冰箱冷藏后 口感更佳 花生米以后像我这样做 做法简单 清脆又爽口 你也赶紧做起来吧 第十二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马上就要中秋了 家里的餐桌上一定要有 这道清蒸梭子蟹 颜色好吃 味道也好看 首先我们要买这种 肚子被搞大的母蟹 蟹黄多肉质饱满 去掉蟹壳跟蟹腮 再一分为四 像我这样整齐地 摆放好蟹腿跟蟹壳 加点姜片去腥 放进蒸锅 大火上去 只需蒸八分钟 蒸的时间久了 肉就会老 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个白灼汁 这是大厨按比例搭配好的 最后放点三丝 锅上热油激发香味 是不是很有面子 赶紧去做吧 第十三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俗话说一哥剩九鸡 很多人在家炖的鸽子排骨汤 腥味很重 汤也不鲜 那是因为你有几个技巧没整对 今天 教大家一个正确的鸽子排骨汤做法 盘好的新鲜鸽子和排骨 是不用焯水的 只需往里加勺盐 给它泡十分钟的淡盐水 这样可以把里面的血水和脏东西都泡成 炖出来的汤才更鲜 也不会有腥味 洗干净后的鸽子跟排骨 直接放入砂锅里炖汤 我用的是松茸菌菇包 这个菌菇是大厨按比例搭配好的 提前用温水泡发十分钟 清洗干净后 把菌菇也倒入砂锅里 加葱姜 有条件的长将来的开水 要一次性加到位 盖上盖子 小火慢炖五十九分钟 最后调味 只需放点白色的毛毛盐 撒上枸杞葱花即可 这样做的鸽子排骨汤 汤鲜味美 你要是学会了 快给你家几个对象做起来吧 第十四道 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别总吃大鱼大肉了 像我这样做一道清脆爽口的腌黄瓜 试试首先把黄瓜对半切开 一分为二 二分为四 再去掉瓜嚷 切成大小均匀的小段 撒上九十九粒盐 腌制十分钟 腌出多余的水分 再用清水多清洗几遍 洗掉盐味 这样的黄瓜会非常的爽脆 控干水分 加蒜片小米辣 一大勺白糖 一勺生抽 一勺陈醋 适量的蚝油 放上干辣椒段 用热油呛香 再用给老婆洗脚的双手 抓拌均匀 即可开吃 是不是非常简单 学会了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第十五道 老话说冰棍冰水冰西瓜 不如一碗冰凉虾 锅中倒入一包豌豆淀粉 880毫升的清水 搅和匀了 再开火用我的手搅拌 从奶白色到透明状 也就是六七分钟 冒泡了再搅和一分钟 这样口感才更劲道 然后用漏勺过滤一下 底下放一盆凉白开 凉虾就成型了 捞出来放入碗中 然后加小米辣 蒜末 盐鸡精 白糖 生抽 陈醋 麻油和辣椒油 小葱和香菜 再来点花生碎 就这样随便拌一拌 好吃到都可以去摆摊了 你也快去做起来吧 第十六道 以后大鱼大肉吃多了 赶快试试这个西葫芦蒸鸡蛋 简单方便 蒸得比肉还好吃 西葫芦对半切开 把中间的瓜壤给它挖掉 用勺子刮成我这个样子 碗中打入四个正经的母鸡蛋 用筷子充分地给它打散 倒在西葫芦中间 蒸锅上汽蒸十分钟左右 然后给它切成厚片 整齐地摆在盘里 碗中放入蒜末小米辣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调味只需要倒入一点这个白灼汁 搅拌均匀浇在西葫芦上 就可以开吃了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快去做起来吧 第十七道 马上就要过年了 不能每天都是大鱼大肉 你可以做一道这个菜 鲜香爽口 做法还非常简单 洗干净的青菜从中间切开 用刀把根拍一拍 这样更加的入味 香菇去掉根部 切成薄片 锅中烧水 加少许的盐和食用油 水开先放入青菜根烫五秒钟 再放入青菜叶 这样成熟度是一样的 叶子不会烫老变色 断生即可捞出 再放入香菇烫个两分钟 烫至断生捞出备用 锅里爆香葱蒜 加入生抽 蚝油炒出酱香味 倒入青菜和香菇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大鱼大肉吃腻了 就做这个菜改善一下伙食吧 第十八道 家里有这三样东西的 那你可就有口福了 传统名菜的三鲜 你要是学会了 那可是一道好吃又下饭的家常菜 今天我就把做法分享给你们 首先把土豆和青椒切成滚刀块 再把茄子去皮切成滚刀块 切好的茄子 加一勺玉米淀粉 给它抓拌均匀 碗中加生抽 老抽 蚝油 盐 鸡精 白糖 陈醋 一勺干淀粉 半碗清水 搅拌均匀备用 油温五成热 先下入土豆 炸至金黄捞出 再下入茄子 炸至金黄 再下入青椒 炸个十秒左右 捞出 锅留底油 下蒜末炒香 倒入调好的料汁 搅至浓稠 倒入三鲜 最后大火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是不是很简单 以后家里再有土豆 茄子 青椒 你就像我这样做 保管你一锅米饭不够吃的 第十九道 以后你要是把豆腐买回家 不要总是红烧和煮汤了 试试我这样做 简单又美味 首先把比我还嫩的豆腐 切成小块 西红柿切丁备用 碗中打入两个鸡蛋 搅拌均匀 淋在切好的豆腐上 锅中油热 倒入豆腐 煎好一面 再煎另外一面 煎至两面金黄 盛出备用 另起锅下葱蒜炒香 倒入西红柿丁 开小火慢慢地炒 把西红柿炒出汤汁 炒出沙 加入一勺清水调味 加盐 鸡精 白糖 生抽少许蚝油 滑炒均匀 倒入豆腐 盖上盖子 焖煮个五分钟 最后撒上迷人的小葱花 好吃又美味的鸡蛋豆腐 就做好了 喜欢你就收藏 做起来吧 第二十道 以后这种平骨买回来 你就像我这样做 香辣过瘾 特别下饭 平骨像我这样撕成这个熊样 锅中水开 放入平骨和木耳 超烫个一分钟捞出 锅中油热 倒入蛋液炒成小块 盛出备用 另起锅下葱蒜小米辣 炒出香味后 放入平骨和木耳调味 加盐鸡精 生抽 继续给它炒出酱香味 放入鸡蛋翻炒几下 最后撒上葱段 大火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 这样做的香菇炒鸡蛋 特别的香辣下饭 第21道 一定要注意啊 以后你们在家做酸辣土豆丝 你就像我这样做 酸辣脆爽 越吃越想吃 而且做法根本没那么难 切土豆丝 你只需要在侧面切上一刀 这样切的时候 就会平稳不打滑 土豆丝 你不需要切那么细 只要粗细均匀就可以了 切好的土豆丝 放入盆中 倒入清水 清洗掉多余的淀粉 锅中水开 加一勺白醋 倒入土豆丝 这就是口感爽脆的关键 超烫个20秒捞出过凉 另起锅下入葱蒜干辣椒炒香 再下青红椒丝继续炒至断生 然后倒入土豆丝调味 只需要加盐鸡精和白醋 最后大火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 这样做的酸辣土豆丝清脆爽口 第22道 你们在饭店吃的炒花菜是不是很好吃 你们知道在家怎么做 才能做出一份又脆又好吃的炒花菜吗 今天我把大厨的做法分享给你们 摘好的花菜放入水中 加一勺面粉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会把花菜缝隙里的杂质吸附出来 你看是不是有很多脏东西 锅中油热倒入花菜 大火炒出花菜的水汽 这是花菜清脆的关键 炒至变色倒出备用 另起锅放入五花肉炒出油汁 然后加拍蒜小米辣 少许老抽和料酒在一起炒出香味 然后倒入花菜 加盐鸡精生抽香醋翻炒入味 最后放点葱段 大火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炒花菜清脆爽口还入味 非常的好吃 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第二十三道 一定要记住啊 做梦都没想到 往豆腐里打两个攻击蛋 西兰花给它抓一抓 居然可以做得这么好吃 抓好加葱姜火腿 胡萝卜盐鸡精十八香 倒入一袋小酥肉粉 这是酥脆的关键 拿你白嫩的小手给它挤成丸子 五成油温下锅炸至金黄酥脆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豆腐丸子外酥里软 一口一个还没端上桌就被抢光了 第二十四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马上就要过年了 年夜饭第一道菜 愉意报复年盐 有余 首先准备一条刚被水淹死的鲈鱼 像我这样改道 在肉厚的地方划两刀 这样方便入味 改好加盐 葱姜水给鲈鱼做个全身按摩 里外涂抹均匀 腌制十分钟 烘碗里放入两勺面粉和两勺淀粉 一个我刚刚下的蛋 适量的清水 调成酸奶状的糊 均匀地淋在我的身上 六成油温下锅 用我这个手法更容易定型 把它炸熟 炸至金黄捞出 锅留底油 倒入一包糖醋汁 开小火熬至浓稠起泡 出锅均匀淋在我的身上 这样做的糖醋鱼外酥里嫩 酸甜可口 赶快去做起来试试吧 第二十五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很多人大虾买回家就知道水煮白煮 什么味道都没有 实在是太难吃了 今天我把摸了三十年鱼 才学会的做虾经验 分享给大家 一口一个好吃到停不下来 大虾洗净后 去掉虾须虾脚 再往我的肚皮上剪开 方便入味 剪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放勺淀粉裹匀 这样大虾才又酥又脆 油温六成热 倒入大虾 炸至八面金黄 捞出备用 锅留底油 蒜末青红椒洋葱碎下锅 炒出香味 倒入虾子 倒入椒盐调料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椒盐虾一端上桌 肯定是餐桌上最先抢光的那一派 你要是学会了 以后就是你的拿手菜